他 外表看起來只是一位平凡的上班族 但這只是為了掩蓋他的另外一個身份 超級特務 Locktoy Charlie 潛入 保護 還是處理特定目標 這次的任務比較不一樣 我們需要你協助修復一件關鍵物品 任務簡報在這裡 簡單來說 你不能破壞關鍵物品 這是在之後的任務中重要的關鍵點 你不能破壞物體表面 也不能改變材料結構 所以焊接 螺絲 釘子的常規方式都不能使用 一流的特務背後會有一流的團隊 這一次 我需要他們 值得信賴嗎 很簡單 很容易你就可以找到他們 你只要 很多時候 礙於產品材料的特性 結構 或設計要求 你沒有辦法選擇使用螺絲或焊接去固定組件 在傳統的組裝工法之外 接著劑也是另一種選擇 接著劑的應用充斥於你我的生活當中 從你的手機 工作用的筆電 或是一台輕量化的腳踏車 帶領人類飛向宇宙的航太領域 接著劑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我們是漢高樂泰 漢高樂泰的產品一向能滿足任何客戶的各種需求 我們有傲人的食物經歷及豐富的產品群 還有最專業的技術團隊與實驗室 能實現客戶產品的開發與測試 漢高樂泰團隊能在任何時刻滿足您的產品與開發需求 等一下 啊這個膠水的效果到底有多強啊 好問題 這裡有使用S45C中碳鋼製作的金屬製具 我們在製具的半邊塗抹接著劑並做上記號以便於便式 我們使用拉力測試機進行測試 可以看到接著劑在正向拉力上有著良好的表現 另一方面 金屬鋼性材料的接著 還有一種複刻稱為劈裂力 對接著面的破壞能力遠超過正向力 實際上結構劍會承受來自四面八方的力量 劈裂力強度不足的膠水是經不起考驗的 這樣有清楚嗎? 就… 真的很厲害 沒關係 為了讓各位能更清楚的了解接著劑性能的極限 我們來玩一場大的 就如大家所知道的 接著面所承受的複刻可能是正向力 也可能是劈裂力 正向力是與接著面垂直方向的力 這個力的強度最大 所以較不容易有接著失敗的問題 劈裂力則是一端的受力較大 當一端的接著面被破壞掉之後 後續的接著面也會跟著斷裂 我們在金屬製具的半邊塗上汗高樂態的膠水 結合 並使用一輛液影機透過製具來拉動一輛油罐車 我們將製具鎖好 加上安全措施以確保實驗人員安全 套索兩端分別固定在液影機及油罐車頭 在這樣的配置之下 當液影機拖動油罐車的時候 金屬製具必須要能承受來自兩端的拉力 這樣就能測試出 接合過的製具能否通過拖動油罐車的測試 那我們開始吧 為了忠實記錄實驗的過程 我們使用移鏡到底的方式來記錄這次的實驗 液影機的後方安裝了一台拉力磅塵 它能測量出金屬製具承受的拉力數值 我們看到油罐車順利的被拉動了 液影機在後方的油罐車踩下煞車時 車輪開始打滑 因此拉力磅塵所顯示的6928公斤 為液影機最大拖曳力量 實際正向力的接著強度無法測得 劈列力的量測必須使用鋼性超過接著劑效能的鋼板 也就是說在接著失效之前 不能先行翔徒產生塑形變形 與剛才正向力測試的方式一樣 我們沒有經過任何剪接來呈現這次的實驗過程 僅利用攝影畫面的移動 來讓觀眾能同時看到 置距、拉力磅塵及車距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測試的結果 由於所採用的中碳鋼鋼板S45C 鋼性未能超過接著劑的效能 造成鋼板在1,124公斤的拉力之下 先行降伏產生塑形變形 所觀測到的破壞模式為玻璃破壞而非劈列破壞 這次的測試結果明顯超過我們的預期 YES! 透過這次的實驗 期待能讓您了解到 漢高樂態接著劑系列產品 我們提供耐用、高強度、更持久的解決方案 以滿足最嚴苛的行業應用要求 漢高樂態是全球最大的接著劑品牌 以先進獨特的技術 滿足客戶設計產品的需求 再一次的超級特務Locker Charlie 又完美地達成了任務 感謝漢高樂態的協助